大家好,我是王玉老师。 今天我们继续HSK考试指导六集的阅读考试指导篇。 那么今天我们讲12课阅读3的解题技巧。 上一次呢,我们介绍了阅读3的题型,还有介绍了阅读3的上下文关系。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讲怎么根据这些上下文关系来解答阅读3的问题。 阅读3的文章虽然去掉了一些句子,但是整体一般不影响对文章大意的理解。 所以我建议大家先不用看选项,先把文章整体看一遍,对各段大意有一个归纳。 有利于我们在后面做具体题目的时候,对前后文关系有总体的把握。 所以呢,先大致浏览文章,搞清各段大意。 但是由于缺少句子,很可能影响到某些具体内容的理解。 很容易一个句子中间缺一点,这个句子本身理解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。 所以呢,不要纠结于具体某个句子的理解,不明白先跳过去,有个大致印象就可以了。 重点放在后面,拿选项和前后文对照的部分。 好,我们还用刚才曹冲称相的故事举例。 文章分三个自然段,即使没有缺失的内容,就是我们没有看到选项。 看着这个空,我们也可以看出,第一段讲的是大家想办法,最后都不行。 具体怎么想呢,我们可以回头再看。 第二段的内容是什么呢?曹冲说我有办法。 第三段的内容是什么呢?曹冲称相的过程,具体方法和过程。 似乎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和装石头有关系。 看明白这些就可以了。 我们后面再来具体的根据选项和前后文的关系,再来确定正确的答案。 那么怎么来确定具体的答案呢? 解题技巧的第二项就是注意时间次序。 尤其是在继续文体当中,比如说故事当中,句子往往按照自然时间发生的顺序来排列。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例子。 也就是我们上一课在最后说到的。 为什么选择D呢? 曹冲对爸爸说,我有办法称大象。 然后把这个办法告诉给了曹操,然后曹操听了觉得很好。 那么这三个完全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的。 所以如果说把石头往船上装,制造一个巨大的称来称。 这些那么都在曹操听了觉得很好,然后再去实行这个办法的后面。 那么从时间顺序上是不对的。 所以答案只能是D。 好,那么再看下面的一个选项,73,这也是时间关系。 曹冲叫人把象牵到岸上来,然后让人把大大小小的石头怎么样呢? 把他一块一块的往船上装,A,把石头往船上装,然后船身就开始往下沉。 最后叫人不要装了。 所以这是在我们的逻辑当中,也是一个按照时间来的。 把象牵下船,把石头搬上船,船身开始下沉,停止装石头。 所以这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,因此答案是A,一块一块往船上装。 在这些故事类的问题当中,那么这种按照时间顺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。 好,下面我们看第三个,注意关联词和复句关系。 很多句子共同组成一组复句,相互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逻辑联系。 特别是有的前后有关联词,那么如果选项当中有固定搭配对应的关联词,能更快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答案。 比如说,不但而且,因为,所以,既然,旧,也,虽然,但是,只要旧,甚至越,越,这些都是存在着固定搭配的关联词。 那么有一些,然后,只是,还是,为了,不过,除非。 即使没有固定搭配,也提醒你前后句子存在什么样的复句关系。 好,我们来看一个例子。 这个故事呢,讲的是水做成的刀,是一篇介绍新科技的文章。 那么水能做刀吗? 这篇文章的结构是这样的,水能做刀。 水刀的原理是什么? 水刀的应用,它的用在什么地方? 嗯,再扩展一下,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用途。 最后一段是总结。 好,那么下面我们来看,具体的看一个填空。 那么这是第三段,水刀的原理部分。 也就是水刀是怎么切东西的。 我们来看第73。 73这一句里面是什么什么什么,那么水刀就可以切割几乎所有的材料。 那么我们注意到那么或者是就,这是关联词语的后半部分。 我们在ABCDE五个选项当中看到A有关联词语如果。 如果什么什么,那么旧什么什么,是典型的假设关联副句。 所以我们可以重点考虑A。 我们再从意思上去检查,如果水中加入细砂,那么水刀就能切割所有的材料。 意思也很通顺,符合前后文章的意思。 所以答案应该选A。 那么这里的关联词语如果就,帮助我们找到了正确的选项。 好,我们再看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。 最后一段是这样的一个句子。 可见,水滴石川的道理虽然众所周知。 什么什么,它才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。 那么我们注意到前面有一个虽然。 虽然后面一般有但是,可是,不过,这样表示转折的关联词。 我们在A,B,C,D,E四个选项当中,我们发现C有但是。 那么很可能是C。 C当中不仅仅有但是,还有一个只有。 那么我们知道,只有才也是常见的一组关联词。 那么我们看后面一句,75后面一句,它才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。 那么只有才也形成了一组搭配。 所以我们在这个这里面看到了前中后三句里面看到了两组关联词。 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确定是C。 从语义上我们也可以确认,道理虽然知道,但是只有经过科技武装才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。 所以答案是C。 前面的和后面的虽然但是和只有才,这两组关联词帮助我们更快的找到了正确的答案。 好,下面阅读解题技巧的第四。 注意代词的指代关系。 无论在选项的中间还是前后文中,都可能出现一些代词。 这是我们重点要关注的词语,比如说这,那,其,他们等等。 一般来说既然用了代词,指代的内容可能已经在前文出现了。 比如如果有文章说这种方法很不错。 那么这种方法所指代的那种方法一定刚刚在前文提到过。 我们可以根据这一点去寻找和确定前后文和选项的关系。 好,我们来看看这一段,还是刚才关于水刀的这个部分。 那么第七十二个空,奇妙的是什么什么? 这是为什么呢? 这是为什么呢? 显然这指的是前面描写的这一种特殊的现象。 这种特殊的现象是为什么呢?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选项。 五个选项当中,只有E用水刀切割纸张时不会弄湿纸,才是一种现象。 所以基本可以确定是1,好,那么我们放在文中,通过前后语意再确定一下。 水刀切割纸张时不会弄湿纸,这是为什么呢? 因为水速度太快,水来不及接触大面积的纸。 完全符合逻辑。 那么刚才我们通过分析代词的指代,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了正确的选项。 好,我们再看一个选项中的代词。 B选项,这就是水刀的工作原理。 好,有一个这。 那么这句话呢,这应该指代前面文章当中详细解释的水刀的工作原理。 比如说前面讲了很多水刀的工作原理。 B说这就是水刀的工作原理。 所以这句话应该是一个总结在一段意思的最后。 那么我们应该找到说明水刀工作原理的句子,B选项就应该在它的后面。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第二段是讲水怎么成为刀,其实也就是水刀的原理。 高压下让水从一个小喷头喷出来,再利用高速射流来切割物体。 这就是水之所以成为刀的原理。 好,那么下面我们讲阅读三的最后一个。 请大家注意选项内容和前后文的信息重现。 选项中文字的关键词语经常在前后文当中已经出现过。 这也可以说是信息重现。 我们可以通过对比选项和前后文当中重复出现的内容, 确定选项和前后文的关系。 那么这种内容可能是相同的词语,也可能只是意思相近的词语。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曹冲称相这一段,第七十一个空。 有人说什么什么,可是怎样才能制造出比大象还大的秤呢? 比大象还大的秤,和B制造一个巨大的秤,意思基本上是相近的。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,我们首先考虑B放在这里合适不合适。 因为文章当中只有这里提到了两,两次提到了巨大的秤。 好,我们把B制造一个巨大的秤来秤,可是怎样才能制造出比大象还大的秤呢? 意思上是通顺的。 有人说应该制造一个巨大的秤,可是怎么才能制造出这样的秤呢?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71的答案就是B。 好,那么通过两课的时间,阅读3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 阅读3是HSK6级新出现的一种提醒,希望大家能做一做后面的练习,从练习当中体会阅读3的做法。 好了,今天我们就到这里,下次见,谢谢。 欣 wrestler您的支持up! 在这里也拍امா对美国提醒醒,从这时来这里。 简直表示在这一场拍摄的你看症 button,